敬拜神 作者 尼托生 第一章 敬拜属于神 读经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 也不可做什么形象 仿佛上天 下地和地底下 水中的百物 不可跪拜那些像 也不可侍奉他 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 恨我的 我必追讨他的罪 自负己子 直到三四代 爱我守我诫命的 我必向他们发慈爱 直到千代 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 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 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 当即念安息日 守为圣日 不可敬拜别神 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 名为祭邪者 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 因为耶和华在和猎山 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 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 唯恐你们败坏自己 雕刻偶像 仿佛什么男像女像 或地上走兽的像 是空中飞鸟的像 或地上塔雾的像 或地底下水中鱼的像 人恐怕你向天举日观看见 耶和华你的神位 天下万民所提列的日月星 就是天上的万象 自己便被勾引 敬拜是奉他 倘若你心某偏离 不肯听从 却被勾引去敬拜是奉别神 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 你们必要灭亡 在你过约淡河 进去得为业的地上 你的日子必不长久 我今日忽天换地向你做见证 我将生死祸福 臣民在你面前 所以你要拣选生命 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 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 赚去不跟从我 不守我只是你们的 诫命律例 去使奉敬拜别神 我就必将以色列人 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 并且我为几名 所分别为圣的殿 也必舍弃不顾 使以色列人 在半民中作笑谈 被讥较 人必回答说 是因此地的人 离弃领他们 列祖出埃及地支 耶和华他们的神 去亲近别神 是奉敬拜他 所以耶和华使 这一切灾祸 禀到他们 会众都敬拜 歌唱的歌唱 吹号的吹号 如此直到凡击献完了 献完了祭 王和一切跟随的人 都俯伏敬拜 西西家王与众首领 又吩咐立位人 用大位和先见亚萨的 诗词送赞耶和华 他们就欢欢喜喜地 送赞耶和华 低头敬拜 那日的四分之一 站在自己的地方 念耶和华 他们神的律法书 又四分之一认罪 敬拜耶稣华 他们的神 你 唯独你是耶和华 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 并天上的万象 地和地上的万物 海和海中所有的 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 天君也都敬拜你 那生下来 做犹太人之王的 在哪里 我们在东方 看见他的心 特来拜他 进了房子 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 就腐腐败那小孩子 揭开宝盒 拿黄金 乳香 墨药 为礼物献给他 对他说 你若腐腐败我 我就把这一切 都赐给你 耶稣说 撒旦 退去吧 因为经上记着说 当败主你的神 但要是奉他 那二十四位长老 就腐腐在坐宝座的面前 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 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 说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你是配的荣耀 尊贵 权柄的 因为你创造了万物 并且万物是以你的旨意 被创造而有的 四活物就说 阿们 众长老也 辅辅敬拜 这些事 是我约翰 所听见 所看见的 我既听见 看见了 就在指示我的天使 脚前辅辅要拜他 他对我说 千万不可 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 并那些守这书上古语的人 同是做仆人的 你要敬拜神 敬拜的重要 主耶稣在旷野兽的试探 显明敬拜的重要性 显明敬拜创造主的重要性 好些人把救主放在 比创造主更重要的地位上 为了要认识主是神 我们真需要 首先认识救主 然而光晓得他救赎的工作 是不够的 因为他救赎的工作 是要领人认识 他是创造主 按字序说 血是第一位 但是在重要性上 血却不是第一位 神的目的 不仅仅是叫 我们认识救主 义得代替不义得死了 是为了 领我们到神面前 在他的话语中 神的要求是些什么呢 诫命有十条 头四条是涉及神自己的 从创造人到西乃山 相隔大约2500年 就这个漫长的隔开的时间而言 基本上只有约伯记和创世记 记住了他的历程 约伯记记的历史是隐蔽的 创世记所提供的 则是总的历史 然而这两卷书 都没有把神的目的告诉我们 神也没有在这两卷书里面 把他为什么要造人启示出来 同样从这些记载中 我们也没有真正明白 魔鬼来试探人是为了什么 创世记没有告诉我们 当神造人时 他所需求的目标 创世记三章 也没有告诉我们 魔鬼借着世身人 所要达到的最终愿望是什么 然而 有一天神拯救他的子民出埃及 并且赐给他们十条诫命 我们从此以后 才晓得神为什么造人 并晓得他所要的是什么 十条诫命是宝贵的 因为他们给我们看见神的心 我们不必惊奇 为什么神两次 把十条诫命写出来 因为在大约2500年之后 神终于在西乃山第一次告诉人 他在创造人这件事上 所一直需求的是什么 而且又一定要使生命记 再一次记录他的诫命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 生命记在这第一条诫命上 还加上这些话 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 但要是奉他 因此 从此开始 人才第一次晓得 神所愿望的是敬拜 敬拜的意义 敬拜的意义是什么 在希伯来文这个词的意义是 屈膝敬拜 在希腊文的意义 是走向前去亲他的手 换句话说 就是将一切归给他 许多人不晓得敬拜神的秘密 主 他是神 耶稣是神 这是极宝贵的 神要人宣告他是神 主教门徒祷告 主祷文是跟十条界相连的 在那个祷告里 他告诉门徒神所要的是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神第一个的希望是什么 主耶稣的话 在这里是什么意思 尊为圣 或者说圣洁意思是分别出来归给神 神的名字是被尊为圣的 是圣洁的 这个名属于神 并且神的名只有神能用 这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意义 然而现在他的名被别人使用了 现在这个名变成了通用的和普通的名了 但是有一天 这个名要显为独特 显为圣 只有耶和华被称为神 没有任何别的什么能用那个名去称呼他 神向人的要求 是要他们将他认作神来认识 主复活之后 对玛利亚说 我的父就是你们的父 我的神就是你们的神 父是说一个人的个人关系 而神是说到一个共同的关系 什么是敬拜呢 敬拜是承认他是神 在旧约的各卷书里面 生命纪特别着重敬拜神这件事 当敬拜神 你不可以敬拜别的什么 如果你敬拜了别的什么 你就要死 如果有谁拜了偶像 就要用石头把他打死 神不允许在他之外 还有什么当所敬拜 魔鬼的工作 魔鬼的工作是什么呢 从创世纪所数据的伊甸园的故事 我们实在还分辨不出 魔鬼的工作是什么 但是 至终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至十四节 向我们启示出来 魔鬼所要的是要跟神同等 以后在马太福音第四章 给我们看见 他甚至增进了他所一直都有的目的 马太福音四章 记载了魔鬼怎样三次试探主 头两次的试探对魔鬼来说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 但是在第三个试探里 仇敌最后提出 拜我 然而主耶稣用生命计的话 回应他说 当拜主你的神 这一切给我们看见 魔鬼所要的是敬拜 神要得着敬拜 而魔鬼也要得着敬拜 所有对偶像的敬拜 乃是敬拜撒旦 为什么撒旦怕人得救呢 因为他们得救了 就要敬拜神 所以他对人的得救是痛恨的 当我们来读启示录这本书时 我们看见在那里叙述了那些将来必成的特殊事件 贯穿全本启示录的有一条特有的敬拜的线 从第四第五章到十九章 我们记得有二十四长老和四活物在天上的敬拜 可是在十三章 我们看见在地上人拜授的像 撒旦要获得神在天上所受的敬拜 因为撒旦的目的不单是要叫人犯罪 而且也叫人拜他 人去拜他乃是罪 并且撒旦的国度是借着敬拜而加强 这要成为撒旦最快乐的日子 敌基督要自称为神 这是撒旦这六千年来所要得到的 敬拜寿就是敬拜撒旦 基督徒的责任 在启示录十三章里 我们看见寿要得敬拜 在十四章 我们看见永远的福音传出来 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 因为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 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 敬拜神 这就是永远的福音 在二十一和二十二章里 我们看见新天新地 我们再次听到敬拜神的命令 因为神的目的是要得敬拜 而撒旦的目的也是要得敬拜 那么我们基督徒的责任是什么呢 要晓得只认识救恩是不够的 能叫神满足的是什么呢 是谁能叫神满足呢 不是那些只能祷告或传道的人 而是那些能敬拜他的人 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上 我们要把敬拜放进去 这样做实际上就是印度多拉维团器的特点 在多拉维总是一直有着敬拜神的特征的 撒旦害怕对神的敬拜 让我们把敬拜放在第一位 你有难处吗 当先敬拜神 今天少数人的敬拜 有一天会叫神从所有的人得到敬拜 教会是神所造万物中出属的果子 世界在那一天将要归给神的 我们当先归给他 我们不是等到新天新地才去敬拜 今天我们在这个旧的天地里就要敬拜 在这个时候 我们要将特别的敬拜归给主 因为撒旦正在越来越多地得着敬拜来归给他自己 在敬拜上 我们如果失败 就在别的事情上 我们也会失败 第二章 敬拜来自启示 读经 全地要敬拜你 歌颂你 要歌颂你的名 主啊 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 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 因你为大 且行奇妙的事 唯独你是神 每逢月说 安息日 凡有血气的 必来在我面前下拜 这是耶和华说的 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冽国中剩下的人 必年年上来 敬拜大军王万军之耶和华 并守住彭杰 地上万族中 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 必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 当那约 必大发叫声 在亚述的将要灭亡的 并在埃及池被赶散的 都要来 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圣山上 敬拜耶和华 这西西家岂不是废去耶和华的秋坛和祭坛 吩咐犹大与耶路撒冷的人说 你们当在一个坛前敬拜 在旗上烧香吗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 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至于我 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 进入你的居所 我必存敬畏你的心 向你的圣殿下拜 神当得到敬拜 这是创造的目的 然而撒旦做公 也是以得到敬拜为他的目的 在前一章我们看到 十条界显明了神的心 没有十条界 我们不能晓得神的心 神的要求 偶像实际上是什么呢 他就是在神之外 纳别的受敬拜之物 由于拜偶像 以色列人失去了做祭祀国度的地位 以色列人中 只有立位人 现在能有祭祀的地位 最严重的刑罚 还不是下地狱 而是失去祭祀的职位 因为当神失去他的分时 他的子民 也同样失去他们的分 他们的祝福 在迦南地 很快就有了许多秋坛 祭坛和别的神 结果是 以色列人被分散 后来当西西加速王时 在犹大的立中上 有一个大的复兴 那是一种怎样的复兴呢 是敬拜的复兴 在犹大羽民返回之后 尼西米做省长时 又有第二次的复兴 这也是一个敬拜的复兴 敬畏来自看见 然而 主耶稣来到 在马太福音二章 我们晓得 博士们是来敬拜他 只有那些有眼光的人 才能看见 这位小小的婴孩 乃是神 新约中最大的启示之一 是出现在主耶稣 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 由于对这一事件 有正确的认识 就能开我们的眼睛 叫我们看见 撒旦的目的 一直是要人敬拜他 在我们心里 有一点东西 是神所要的 而撒旦也要 这个东西天要他 地狱也要他 天与地为了他 敬拜而战 这是两个宝座之间的战斗 他们所要争到的是什么 是敬拜 马太福音特别告诉我们 主耶稣是王 因此也特别讲到 那些敬拜他的人 主耶稣接受了神 从他子民身上 所常接受的 神要得着认识 他的子民归给他 神所向往得着 一批子民归给他 而不仅仅是儿女 当然 为了能认识神 首先需要认识父 很明显 我们属灵的开端在于血 而后我们才能认识神 认识他是父 是一种个人的关系 而认识他是神 乃是认识他在宇宙中 正式的崇高的地位 许多人将他作为父亲来认识 而他们却不是 将他作为神来认识 什么是敬拜呢 简单地说 敬拜就是 我承认他是神 而我不过是一个人 当我将他看作是父时 我得救了 当我将他看作是神时 我就完了 我救了 因为当我看见他是神时 我只能谦卑俯服并敬拜 整个的问题在于我们的看见 敬拜不是因着血才被引起 血也同样的宝贵 敬拜只是来自看见 敬拜不是因为 我们看见了教训而有 敬拜乃是来自启示 赞美和敬拜 是客观方面的事 感谢是主观方面的事 认识父 心中就被喜乐充满 认识神 心中就被荣耀充满 荣耀是不能用人的话语说得清的 唯有那些看见神的人才晓得 什么是荣耀 让我从宾露一师母生平的经历 终举一个历来说明这一件事 从他的传记中我们读到他寻求得着从上头的能力 于是有两三个尖锐的问题由神的灵向我提出 第一个问题是如果我答应你的呼求 你愿不愿意做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不受欢迎 被人弃绝 好 是的 我愿意 虽然我以前从未碰到过这个问题 但我愿意 为什么我羡慕圣灵的丰满 是为了工作上的成功 叫人重视我 认为我是一个被主大大使用的人 若是圣灵的丰满临到 在别人的眼光中 我成了万物中的渣子 我还要吗 这个问题 我以前从未想到过 我很快地就同意 神照他所喜欢的 在我前面安排我的环境 再来一个问题 我愿不愿意 没有大的精力 只是同意完全凭着 对神话语的信心而活 是的 这些是神向我提出的问题 于是事情就这样 暂时割下来 然后到了顶点 有一天早上 我醒过来时 看见在我面前 有一只手在可怕的光中 拿着一把污秽的破布 当时有一个柔和的声音说 这就是我们过去一切 对神的侍奉的成果 然而主啊 在这一切的年日里 我已经降服并奉献给你了 这是奉献给你的工作呢 不错 我的孩子 但是你的一切侍奉 是奉献给你的姐了 是你自己的活力的结果 是你自己得任灵魂的计划 你自己的忠诚 我承认你是一切为我 然而同样地 也是一切为你自己 这个揭露对我来说实在是可怕 使我在极慎的降悲中 仰望基督宝血的喜庆 接着 那平静 微小的声音 再次临到了我 这个时候 它只是一个小小的词 钉十字架 钉十字架 是什么意思呢 我并没有求钉十字架 而是求被充满 现在罗马书六章六至十一节 向我成为能力 我明白了我们的旧人 和他同钉十字架 等的意义 以及保罗所说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所意味的是什么 像一个小孩子那样 我安息在主这样赐给我的话语上 而且主既然乐意 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 叫我把他传 我认识了复活的主 传记的作者解释说 复活主的启示 是突然地 出人意外地 临到了宾禄一师母的 他不是在等候神的时刻 也不是和别人在一起 一同寻求这祈福的聚会中 而是在三月份之一个早晨 在他自己家里的早餐桌前 主的荣耀在他的灵里被启示出来 正向保罗再去大马色的路上 并且带着如此令人炫目的能力 使他急速奔入自己的房间 屈膝伏敬拜神 并献上无声的赞颂 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一节里 我们读到保罗讲的这些宝贵的话 我们知道主是可谓的 神是可爱的 神也是可谓的 骄傲的人不认识神 那些定罪别人的人 也未曾见过他 真正的谦卑 是从看见神而来 认识了神 那的谦卑 才是不动摇的 这需要有新的启示 和深的对神的认识 不然的话 许多的东西 不过是一些教训而已 敬拜必须的东西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 当得的荣耀归给他 以圣洁的装饰 敬拜耶和华 至于我 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 进入你的居所 我必存敬畏你的心 向你的圣殿下拜 这两处圣经告诉我们 在敬拜中 有两样东西 是必须的 圣洁和敬畏 当在圣洁的光辉中 敬拜神 没有一个见过神的人 会允许罪和任何不义 存留在他的生活中 当我们显在人面前的时候 我们所想到的第一件事 就是我们的衣着 当我们显在神面前时 也是一样 我们一定要在 圣洁的荣美中敬拜他 那些生活在神荣耀之下的人 总尝试说 我是一个罪人 这样 敬畏神的这个东西就有了 谁看见了神 谁就敬畏他 因为我的神乃是烈火 所以当敬畏他 凡是能被烧掉的东西 他都要把它烧掉 那些不认识十字架工作的 遇见了神 乃是一件危险的事 但是对于那些 受过十字架严厉对付的人 神是不会把他们烧掉的 正像烈火 不能烧掉在火中的 但以理三位 敬畏神的朋友那样 一个人如果看见了神 敬畏神 就是一件自自然然的事了 既然神所要的是敬拜 而撒旦所要的也是敬拜 那我们当怎样呢 让我们敬拜神吧 神子民的一生 应当是敬拜的一生 我们应当用敬拜 来开始我们每天的生活 在生活中的一切事上 要记得敬拜 我们越敬拜 就越明白敬拜的理由 你越晓得什么是永远 你就越晓得什么是敬拜 在任何事上 若没有先敬拜神 你就不要起头 当先将神的分归给神 如果教会在凡事上 将神当受敬拜的分归给神 最终的结果 必然是敬拜神必在全地上被建立 在新天新地里面 凡有肉身的都要敬拜神 虽然现在 他还没有得到所有的人的敬拜 而只是得到那些 要敬拜他的人的敬拜 是的 我们并非轻看祷告 工作等等 但是 虽然如此 我们还应当更高地重视敬拜 贯穿我们全部生活中一个特征 应当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敬拜 第三章 在灵里敬拜 读经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名叫亚当 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 也不配做我的门徒 得着生命的 将要失丧生命 为我失丧生命的 将要得着生命 妇人说 先生 我看出你是先知 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 你们道说 应当礼拜的地方 是在耶路撒冷 耶稣说 妇人 你当信我 时候将到 你们拜父 也不在这山上 也不在耶路撒冷 你们所拜的 你们不知道 我们所拜的 我们知道 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 时候将到 如今就是了 那真正拜父的 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神是个灵 所以拜他的 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然而 属血气的人 不领会神圣灵的事 反倒以为愚拙 并且不能知道 因为这些事 唯有属灵的人 才能看透 弟兄们啊 可见你们蒙照的 按着肉体 有智慧的不多 有能力的不多 有尊贵的也不多 神却拣选了 世上愚拙的 叫有智慧的羞愧 又拣选了 世上软弱的 叫那强壮的羞愧 神也拣选了 世上卑贱的 被人厌恶的 以及那无有的 为要废掉那有的 但与主联合的 便是与主成为一灵 我们若是要懂得敬拜 我们就必须懂得 约翰福音第四章 为了敬拜 我们需要明白 新约圣经中的这段经文 这里提出了一个 特别的问题 敬拜跟人的受造 有什么关系 单单做一个基督徒 那太小了 因为有着更大的多的结果 摆在我们的眼前 灵敬拜神 按照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 神是个灵 所以拜他的 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事实就是因为神是灵 我们就一定要用灵来敬拜他 这样人的受造 就是重要的事 如果神想要得到敬拜 他就一定要造一个有灵的人 人的受造 不像别的受造之物 在人的构造中 有一部分是想神的本性的 这就是人的灵 如果一个人的灵有了问题 就他的敬拜也必然有问题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 写着 但与主联合的 便是与主成为一灵 你若是把水道进到水里 就都是水 你不能将由河水混合在一起 当我们与主联合时 我们不是成为一个身子 而是成为一灵 只有灵才能接触到 是灵的神 当神创造人时 在别的成分中 将一个灵放在人里面 就是人的那一部分 特别像神 在人里面有一个成分 是特殊地向神的一个成分的 神是灵 在我们里面 也同样有小小的一部分是灵 这就好像我站在海岸边上 我走到这里就完结了 然而海岸正在我的尽头处起始 我们里面叫做灵的 那小小的部分 能摸到神 能摸到永远 低级的受造之物有感觉 他们也能做出决定 但是他们不能敬拜神 因为他们没有灵 为了这个缘故 人是很宝贵的 将人与别的受造之物相比时 虽然显得人更重要 但是人还不过是一种 特别的受造之物而已 可是如果人要用他的灵来敬拜神 他就必须活在灵里 他必须保持跟神的交通 维持跟神之间的交往 魂敬拜撒旦 我们且仔细地看一看人的堕落 若说那只是一个外在的行动 那就错了 因为由于人的堕落 就在人的结构上起了一个变化 人吃了禁果后的后果是什么呢 就是人的意志被损坏了 他的感觉变得混淆了 他的思想和态度也变了 他自己离开神 能知道善与恶的差别了 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后 他们原本为神所造的结构上 经历了一个变化 堕落之先 人有一个能与神接触的灵 堕落之后 他的灵死了 最影响了人的结构 这样可以说 人变成了与前不同的生物了 他是结构性的变了 由于在伊甸园的堕落 人给他的魂加添了决断力 撒旦如果要得到敬拜 他就必须在人里面 有一些叫人去拜他的东西 人能在魂里敬拜撒旦 如果我要什么东西来拜我 我就必须叫他活 一张桌子是不能拜我的 我必须改变他 撒旦 他这名字的意思是什么 撒旦不守他的本位 因为他说我要与神同等 我们知道灵 只能靠神的灵才能活 灵必须有神的生命 灵借着这个生命而活 也从这个生命得到滋养 人照着撒旦的样子犯罪了 他根神的交通断绝 他的小我成了罪 在这里 我们必须看见魂与灵的不同 魂能做出决定 魂能决定要独立 从此人就向神独立了 这样撒旦就从人接受了敬拜 这就是在伊甸园所发生的事件的深远意义 人在伊甸园吃了禁果之后 他不需要凡事都提到 神面前去让神处理了 在这之前 是任何事都必须提到神面前去的 然而现在 什么事都不用前来问神了 他不需要祷告了 取而代之的是人现在宣称 我能够做出决定 人受造时从未赋予决定的能力 然而从这个时候其实 人的结构有了剧烈的变化 他成了一个独立于神之外的人 不再依靠神了 正向灵是跟依靠相连那样 魂是跟独立相连的 人原本是为神所创造 撒旦是不能用的 为了使人对他有用 他就必须有骄傲的人 独立的人 而人若是贫困来活 他的态度必然成为狂傲的态度 只有在人站在他的地位上 而神也在他的地位上时 这才有真正的敬拜 我是一个有限的人 神却是无限的 今天 人们在用一切的办法 来扩张人的魂 人的这一代 是特别的 撒旦要有一批 凡事都能做的人 为了这个特殊的理由 我们必须晓得怎样凭我们的灵而活 并求神拯救我们脱离魂的专横的能力 然而属灵的人是谦卑的 属魂的人则是骄傲的 救恩从生人的灵 救恩是什么呢 救恩不只是对付罪行 也对付我们的结构 我是外面错了 也是里面错了的人 从灵生的就是灵 这是结构上的再生 人一得救就改变了 人起初的堕落是人结构上的事 照样 人的重生也是结构上的事 我的魂的部分不能认识神 只有灵才能认识他 所以我必须学习 失去我的魂生命 我们天天的工作 是失去我们的魂生命 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代替的工作 并没有处理掉人的魂 我们要借着天天的背十字架 来失去我们的魂生命 失去魂生命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我们来到神面前 不凭我们自己来判断任何的事情 弟兄们啊 可见你们蒙罩的 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 有能力的不多 有尊贵的也不多 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 叫有智慧的羞愧 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 叫那强壮的羞愧 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 被人厌恶的 以及那无有的 为要废掉那有的 为什么神尖选那愚拙的 软弱的和那卑贱的呢 因为他们的魂不是扩张的 如果我们随从灵而活 神就能从我们身上 得到他所要得到的 那就是敬拜 可是如果我们随从魂而活 撒旦也要从我们身上 得到他所要得到的 那也是敬拜 许多基督徒把有利条件 给了撒旦 叫撒旦得着敬拜 灵力贫穷的人有福了 那些随从灵而行的人 必能看见是撒旦自己 而不是其他别的 被踏在他们的脚下 那么什么是敬拜呢 敬拜就是对神说 神啊 我承认我不过是一个人 我是软弱的 而你乃是神 第四章 在真实里敬拜 读经 神是个灵 所以拜他的 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神说 你带着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你所爱的以撒 往摩利亚的去 在我所要只是你的山上 把他献为凡祭 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 你们和驴在此等候 我与童子去那里拜一拜 就回到你们这里来 大魏就从地上起来 沐浴 抹膏 换了衣裳 进耶和华的电竞拜 然后回宫 吩咐人摆饭 他便吃了 我们要进他的居所 在他脚凳前下拜 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 为你的慈爱和诚实 称赞你的名 因你使你的话写为大 过于所应许的 从上一章 我们看见人的堕落 对神所当得的敬拜起了 反面的作用 因此 如果人没有得救 就不会有神圣的敬拜 人是必须重生的 时候将到 如今就是了 那真正拜父的 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主耶稣宣告说 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从前他对子民说话 用神的称呼 现在他对儿女说话 就称作父 神是一个灵 不是说神有一个灵 而是说神是一个灵 人的灵因着堕落 而中毒之后 就不能来到神面前 他可能感觉或思想到神 但他再也不能敬拜他 在堕落之后 人所靠带的只是推理 感觉 思想 决断 人怎么能回转过来 敬拜神呢 凡不认识父的 就不能敬拜神 神与人之间的关系 是一种普遍的关系 而父与人的关系 则是一种个人的关系 因着救恩 人现在能敬拜神 这种敬拜是 获得了一个儿子 向着父亲的惊吓 以神为父 也认识自己 是一个受造的人的地位 而看见神的神格 真实 凡不是出于灵的 都不是真实 许多人用感觉来赞美神 感觉不是真实 连我们用思想来赞美神 那也仍然不是真实 耶路撒冷的敬拜 应当敬拜的地方 是在耶路撒冷 亚伯拉罕是在 摩利亚山县 他的儿子 后来圣殿 就建造在 耶路撒冷里面的 这个地址上 在千年国度里 万国都要到 耶路撒冷来敬拜神 为什么要在 耶路撒冷敬拜呢 因为圣殿在那里 敬拜的问题 是一个殿的问题 没有殿就没有敬拜 神这样定规 耶路撒冷 与他的殿 祭坛 以及别的圣器的目的 就是要把整个敬拜的问题 在于灵 而不在于别的东西 来教训我们 人们常常忘了 这些殿 谭等等东西 所表明的是什么 在神的计划中 耶路撒冷的地位是什么 耶路撒冷代表了 神的定制 以福所书一章十八节 他的在圣徒中的 基业的荣耀 这个基业是什么 就是我们能归给神的荣耀 我们能给与神的敬拜 我们能叫神得到的满足 撒旦竭尽全力 拦阻神儿女的敬拜 然而我们除了神以外 并没有别的神 我们也不向任何别的神求什么 我们若是求告他的名 神就得荣耀 祷告高举神 摩利亚山的敬拜 耶路撒冷之真乃是灵 我们仔细思想一下 在摩利亚山上的圣殿 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 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 耶路撒冷的各个 他是主被举起来的地方 敬拜与十字架 是密切相关的 如果你不认识十字架 你就不能敬拜神 神必须摸着你天然的生命 当十字架摸着人的时候 人就改变了 我们天然生命的被击鼓 必须被打断 不单是我与基督同死 而且是基督的死从根本上 使我的己生命受伤 我们要敬拜神 我们就必须去到十字架那里 十字架的主要特性 是叫我们不信靠我们的己 十字架再一次使我们做人 除非我们在神面前 站在人的谦卑的地位上 我们就不能敬拜神 我携举一个例 有一次我去闽南传道 虽然我知道神不要我去 我却不顾神的意思还是去了 这一次仍然有两千人得救 但是后来 我读到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 因为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我觉得这句话难以相信 最后我接受了神的断案 因为引电源堕落的原则乃是 我能就像神能一样 我们带着这样一种态度是 不能敬拜神的 什么时候我们觉得 我们有本领 我们就不能敬拜神 让我重复地再说一遍 耶路撒冷代表神的永远定值 摩利亚山代表十字架 对付人的魂 以及相谈代表一切都为着神 因为国度是你的 不是我的 又不是魔鬼的 能力是你的 不是我的 也不是魔鬼的 荣耀全是你的 不是我的 也不是魔鬼的 站在这个地位上 神就能受到敬拜 相谈的敬拜 相谈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如同主耶稣 将自己献于神那样 无论什么时候 当我们告诉神说 我们不为自己要任何东西时 神就得着荣耀 香就被焚烧了 在旧约的时候 我们有圣殿 在新约的时期 教会 基督的身体 是殿 因此 敬拜乃是全体的事 在古时 没有一个人 能在圣殿之外敬拜 因为圣殿是用来做神的容器 将神装在里面的 这样 在这里我们看见了 彼此交通的重要 没有被此交通 就没有敬拜 彼此交通是敬拜的基础 第五章 敬拜神 读经 那二十四位长老 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 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 人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 说 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你是配的荣耀 尊贵 权柄的 因为你创造万物 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 四活物就说 阿们 众长老也俯伏敬拜 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 在宝座前 念福余地 敬拜神 说 阿们 宋赞 尊贵 权柄 大力 都归于我们的神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那二十四位长老 与四活物 就俯伏敬拜 做宝座的神 说 哈利鲁亚 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 神的众仆人 凡敬畏他的 无论大小 都要赞美我们的神 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 众水的声音 大雷的声音 说 哈利鲁亚 因为主我们的神 全能者做王了 这些事 是我约翰所听见 所看见的 我既听见 看见了 就才只是我的天使 脚前俯伏要拜他 他对我说 千万不可 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 并那些守这书上 古语的人 同是做仆人的 你要敬拜神 在《启示录》这本书里面 我们可以画出一条线来 看一看 撒旦是为了什么而征战 这是一本属灵战争的书 在它的第一章里 关于基督的启示 跟我们在四福音里 所看到的基督的启示不同 在《启示录》第一章里 我们不是 看见他像一位救主 因为那曾把头 靠在主胸怀里的约翰 现在是扑倒在主的脚前 如同死人一样 我们看见他是主 是征战的主 他的眼睛如同火焰 从他的三里 出来两刃的利剑 从第六章起 高扬发怒 到了十一至十六章 就看见魔鬼 竭尽他的权力来征战 十五章之后 一直到十八章都是战争 到十九章 我们看见所有战斗中 最大的战斗 因为在启示录里 是讲两个宝座之间的战争 是天和阴间在进行战斗 这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要得着人的敬拜 在启示录一至三章里 只给我们看基督显现为主 显现为受到敬拜的一位 四和五章是历史性的 而不是预言性的 因为这两章 没有讲到将来的日子 而只讲到创造主的荣耀 和救赎主的荣耀 两章都是一起投就是宝座 约翰看见宝座 和坐在旗上的那一位 那一位是配得一切的赞美的 神的宝座永不改变 二十四位长老的敬拜 这里有二十四位长老和四活物 二十四位长老是灵界的存在物 四活物是代表一切受造之物 二十四位长老不是教会的一部分 因为圣经的数字 用来代表教会的是十二 而不是二十四 他们都有冠冕和宝座 这二十四个宝座 围绕着那一个宝座 如果教会有可能在高阳座宝座 带冠冕之仙座宝座带冠冕的话 那二十四位长老就可能代表教会 可是那是不可能的 这里的空间是全宇宙 所以他们乃是宇宙的长老 至于教会则只是主的弟兄 二十四这个数目 大威力定服侍臣的二十四班 这二十四位长老 形成是奉神的一个队 他们是王佑式祭司 他们是天使 是特别的一组 是奉神的天使们 四活物的敬拜 在地上人能敬拜狮子 飞鸟和牛 但这些为四活物所代表的东西 在天上都敬拜神 神安息在他的宝座上 那里也是我们安息之所 世界的人问 你们的神在哪里 回答是 他在宝座上接受敬拜 在启示录第五章里 时间和历史都出现在我们眼前 我们看见高阳进来了 谁能叫神得着 他所要得着的呢 高阳出来了 他是唯一的一位 唯有他是能将一切都恢复给神的 按照神大方面 神的宝座 从永远到永远都是在天上 地势处在南处中 因为狮 鸟等等 都为人所敬拜 然而在圣殿的曼子上 这曼子预表基督的肉身 绣了狮子 牛 鸟和人的像 一位出埃及记二十六章三十一节说 你要用蓝色 紫色 珠红色线 和你的细麻之曼子 以巧匠的手工绣上基禄帛 从圣经中 我们知道 基禄帛就是活物 当曼子在基督钉十字架的那一天 从上到下裂开时 一切绣在其上的也都裂开了 因此 在他的死里 基督救赎了一切受造之物 他把我们跟他自己 一同带到了十字架上 活物代表一切神的受造之物 那就是一切生物学上的 动物学上的生物 连我们人也包括在里面 别的一切有生之物 全都包括在内 神从瓦谷就有他的宝座 他受到长远不断的敬拜 从圣经的动物学里 我们看见 不单是提到人 也提到了牲畜 走兽 飞鸟 和爬行动物 此处的死活物质 代表四种动物 还有两种没有提到 就是鱼和爬行动物 为什么不提塌料们呢 因为爬行动物 代表属魔鬼的东西 就像龙那样 鱼代表没有得救的人 因为鱼是生活在海里的 在新天新地里没有海 因此海里受造之物 没有敬拜神的代表 也没有代表爬行之物的 因为爬行动物 是以龙为首 大灾难的意义 其实鲁四章的行动 不是在约翰看见异想时 才开始 因为自从世界被建立至今 就一直有这一个敬拜 在地上 我们能有罪 有魔鬼等等 今天地是魔鬼活动的范围 最后他要向海中的蛇 以海为他活动的范围 从四章的意象 给我们看见地上 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丝毫不能动摇神的宝座 在启示录第五章 我们看见属灵的受造之物 和物质的受造之物 都围绕着宝座 在那里 高阳上前来了 在腓立比书二章 时间里我们读到 叫一切在天上的 地上的 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 无不屈膝 同样的 在本章十三节里 我们读到 我又听见在天上 地上 地底下 沧海里 和天地间 一切所有被造之物 都说 但愿颂赞 尊贵 荣耀 全是 都归给做宝座的和羔羊 直到永永远远 在启示录四章 我们看见 神是因着创造 而受到敬拜 在启示录五章 我们看见 他是因着救赎 而受到敬拜 在五章里 也有主耶稣的加冕 从六章到十九章 主要讲到灾难 而最后的战争 将是神与撒旦之间的征战 撒旦为什么要有大灾难 因为他要得敬拜 在第十三章 有兽 龙和偶像 撒旦不是不晓得 最终将要临到他身上的是什么 然而 他是那么渴求得到敬拜 以致甘冒下到火湖和无底坑之前 要去得到普世的敬拜 在人拜偶像的时候 他得不到直接的敬拜 但是在大灾难的时候 人要拜龙 那是直接的敬拜 照十三章八节的话 凡住在地上的 都要拜他 这就是普世的敬拜 今天许多人说我什么都不拜 但是在那个时候 他们都要拜兽 魔鬼用他自己的灵感 动人去拜他 从十四至十五节 我们看见魔鬼叫人去拜兽的下 这实际上是叫人敬拜他自己 他叫全地的人都受受的印记 所以敬拜仨 但乃是大灾难的全部意义 但要敬拜神 十四章告诉我们 神对这一切的反应是什么 三位天使从天降下显示出神的旨意 接着就是由于胜过了寿 而有的十五章的头几节 十四章里神的反应是 永远的福音 一位天使飞在空中宣布 永远的福音说 应当敬拜神将荣耀归给他 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 已经到了 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 和重水泉源的 神阻止人去敬拜他的仇敌 巴比伦的倾倒 第二位天使宣告巴比伦的倾倒说 叫万民赫歇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 大成倾倒了 倾倒了 神的愤怒 第三位天使宣告 神的愤怒临到 不再施恩典了 若有人拜授和授相 在额上或在手上树了印记 这人也必赫神大怒的酒 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 垂液不砸 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 在活与硫磺之中受痛苦 在本章里面 我们看见父神怎样将人分别开来 差别就在于 这人是敬拜撒旦呢 或是敬拜神 圣国的受 救恩是我们的分 是人的分 而敬拜则是神的分 在十六章里 我们看见 愤怒如何倾倒在 不得救的人身上 一帧二节告诉我们 审判要临到那些 拜数的人身上 可悲的是 无论如何 人不肯悔改 反而要谢禅神 第十九章 接着第十六章 在第四节 我们看见二十四位长老 和四活物敬拜神 第五节呼召神的仆人们 赞美他 第六节提到群众的声音 说阿利路亚 因为主我们的神 全能者 做亡了 在赞美神的时候 不提救恩 并非不适当的 在二十节里 我们知道兽药完全被毁灭 纳兽被擒拿 纳在兽面前曾经歧视 迷惑兽兽印记 和拜兽相之人的假先知 也与兽童被擒拿 他们两个就活活地 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 第二十章四节 好些宝座被设立 由审判的权柄 赐给了做宝座的人 国度之争 一直是围绕着 人是敬拜仨 但还是敬拜神 这一个问题而旋转 二十一和二十二章 涉及到永远 从二十一章一至三节 我们看见神的账目在人间 他们要做他的子民 子民指他们与神的关系 他要做他们的神 神在人中间 要得的分牢固了 二十一章七节 得胜的必承受这些违业 我要做他的神 他要做我的儿子 人要认识他是神 必须先认识神是父 对神的最高认识 不是他为父的身份 而是他为神的身份 那些得胜的 就胜过了世界 在二十二章里 我们看见约翰要拜天使 我们要敬拜那些 比神低的东西的倾向 是一生下来 就深深存在在我们里面的 天使为这种倾向 提供了解读剂 你要敬拜神 这是圣经中最后的命令 在敬拜中我承认我的局限性 在敬拜中 我也承认神是没有局限性的 我在他面前俯伏 在一切的事上 他都远超过我 那你会继续下约翰要求 我们要敬拜中 这就是我们要敬拜中 最后的了解 800个家里的 现在是你能敬拜中的